我 我真的没脸跟你说了 还是让我眼一闭 假日都跳下去算了 别别别别 别 别 妈 怎么回事啊 妈 别 别 你说呀 凌如 你的房子没了 没了 怎么会没了 没了 哎呀 保齐的房本上 不是写的我的名字吗 前十日子 那个死丫头 她的男友要创业 左圈右说的 让我把房子抵押在银行 说办了贷款 问题是活动我就 带着她的 她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嘛 我就想找这个小子 他就不见人影了 我着急 我到担保中心 到银行 我都去咨询了 可是人家说 每个月 要付七千块钱 才能留住你的房子 不然的话 你的房子 就要被银行收走了 我都黑死了 我为什么做天的决定啊 那个骗子 那个假骗子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 妈 别别别 真是错孽啊 妈 妈 我们母女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可是那个死丫头 她以为一死百了 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啊 妈 我不是因为钱 我是因为感情 我 我可能这一辈子 真的嫁不出去了 你嫁不出去 你 你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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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运过一辈子 你快下来吧 好不好力嘛 把我先休息啊 你 我先休息一会儿 不要不要 那你带带的 你带我来圈子 你先醒 你先醒 太母亲了 可不妄 可不妄 你们别走啊 你们走了 我可真跳下去了 真是人情冷淡啊 你几死都没人管 我还是下来吧 吴队长 吴队长 你好啊 你好 我求朋友吃饭 你要不要一起呀 их分 我愿意 你对了 一天 到底是什么 他们没事 到来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你远意 我愿意 还认识 全部 听到 我愿意 乖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不过 吴学刚的反应也太冷淡了吧 谁见有丧事都会这样的 家里面再苦再穷都不怕 最怕的就是亲人出事 吴学刚平时就是这柔冷冷的男生吗 是啊 话不多 笑也不多 就像落入凡间的天使 与人群保持陌生的距离 芳芳 你要是把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学到作文里 你的语文成绩一定提高不少的 我也这么觉得 小娇 你帮我给小刚画幅像吧 万大小姐 你这又是再来什么鬼主意啊 你看 小刚家里出事 他一定很难过 我想把你画的画送给小刚 一来哄他开心 二来我也能趁这个机会接近他 搞不好 还能出外他的红颜知己呢 你这是又在饭花痴吧 小娇 求求你了 你就帮帮我吧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好了 赶紧吃饭吧 好 刚才还在要死要活呢 现在倒吃起来了 吃饱了再有力气死了 来 你也来一个 你去死 死得越来越好 妈妈 你坐 您坐 您坐 如啊 那你的房子 妈 您刚才说 让淑慧那房子得七十万 我是想 刘志广赔了咱们五十万 要不我再去跟宝琪的同事借二十万 您看 借二十万 房子是保重了 可是你跟小刚这以后的日子 怎么过呀 对呀 对呀 嫂子 这绝对不行 再说了 妈那三十万都已经存银行定期了 现在拿出来 损失太大 你还有脸说呢 这都是你惹出来的事 妈 好了 好了 我闯的祸 我兜着行了吧 我现在去借钱去 山 你看看 我怎么胜出这么个死丫头啊 刘老板 妈 我是吴宝珊啊 我跟你说 你赶紧的给我进三十万的货 今晚就要 哎呀 不急不行啊 这个钱要是留着的话 就没了 妈 要不 这房子先不熟了 我就每个月 给银行交七千块钱 您看 你让你没工作 只出不进 那不是坐吃山空吗 没事 妈 我去找工作 您放心吧 妈 真想帮我帮你 没事 妈 我能行 哎 你别动 别动 我来 我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这怎么是太没用了 什么没用了 啊 别瞎错 嗯 小娟呢 小娟 牛老师叫他匯匯画呢 晚点回来 那学画得花钱吧 要不然我这病别治了 省点钱给孩子学画 不用 你又老是知道咱家的情况 不收钱 那学画不收钱 可是那什么笔啊 纸啊 颜料什么的 不都得花钱吗 你呀 就别操这些了 这不由我们吗 赶紧吃点东西 吃不下 得吃一点 你要不吃呢 这人呀 就容易生病 如果呢 饿了晕了 你说这个 咱闺女知道了 她就没心思学习了 是不是 为了咱闺女 吃点挺好的 我看外面好像要下雨了 你去接一下小娟吧 等她回来一块吃 走 那我去了 我快去快回 你呢 要是饿了 你就先吃不用等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去吧 累了呢 就在上话逃一会儿 别瞎做 先玩一个 好 路上小心点啊 妈 今天王阿姨挺奇怪的 平常从来不跟我说再见啊 小王从明天开始就不来了 咱们以后要自力更生了 妈明天就去找工作去 好 咱们家不缺钱 花这么省啊 吃饭少说话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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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柔啊 是我 妈 哎呦 我来看看我的乖孙子 小刚呢 小刚呢 您吃了吗 奶奶吃过了 不吃 你多吃点啊 找你妈有事儿呢 您不吃了 不吃了 进屋上去 快 进屋就知道了 请不告诉我 你这么神神秘秘的 把门关上去 干嘛呀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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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以后我就前思后想 我觉得这笔钱放在我这儿实在是不放心 莎莎那个死丫头会惦记的 这钱你收着 就算不用这笔钱书房子 小刚以后也用得着的 哎呀 不用担心 这个死丫头出去跟朋友吃的 吃饭了 我悄悄到银行 把这笔钱给批出来了 妈 这钱我不能要 这是您的钱 再说了 山池早要知道的 她会不高兴的 妈 你去去去 走一下 你咋的 女的 妈 妈 妈 钱呢 什么钱啊 我的银行卡里少了十五万 你的银行卡 那是我们的银行卡 我们 好好好 你赶紧把我们那十五万还给我 快快快 这是我的十五万 我愿意把这十五万留给孙子 妈 我今天晚上要给工货商打钱 说好三十万的生意 一分都不能少 你凭什么拿我的钱去做生意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分分分 当然没分清楚 就因为以前没分清楚 这七十万才给别人骗走了 我嫂子这房子的钱不是我骗走的 谁骗楼都找谁去啊 你这个死丫头 奶奶 这房子怎么了 儿子 我回到妈再跟你说啊 你不说我都知道 刚儿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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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见我女儿 我吧 画得还行吗 挺好的 照这样下去 我看小千困美院 没什么太大问题 谢谢 那谢谢您的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别客气 爸我们回家吧 好 那我走了 好 有啥小心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妈睡了吗 睡了 爸 你妹妹觉得妈的病 越来越重了 会好好下来 嗯 最近要不久 我更担心妈的心理 她最近总是慢慢不累的 对面啊 最近爸爸 这叫忙 你呢 多劝劝你妈 嗯 我知道 爸爸 我记得小时候 我就是像现在这么坐在前头 也不记得她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突然坐到后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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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哎 爸 等你老了 我也提前带你兜风 好不好 哈哈哈 老了还怎么兜风啊 可以的啊 哈哈哈 又这思雨这么下去 你说会不会得什么抑郁症啊 啊 我才抑郁呢 哎 看来我这辈子是没人要了 注定 穷困潦倒 孤苦一生了 别死丫头 我真想抽你 竟说些不靠谱的话 哎 抽抽抽抽你抽抽抽 哎 绿如 绿如你不能不能不能 哎呀 妈 妈您听我说 小刚 你不用担心 有我呢 不是 我孙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妈 真心 我说要怪啊 就要怪那个刘志广 要不是他撞死我哥 咱家也不会成今天这个样子 再说了 我哥人长得又帅又能干 还那么老实 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完美的男人啊 哎 我这么好的儿子 怎么就没了呢 妈 山 我父母走得早 自从我嫁到吴家来 我就一直拿您当我的亲妈妈 山 就一直是我的亲妹妹 这二十年来 这二十年来 我没瞒过你们任何事 今天 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哎呀 嫂子你有话就直说吧 妈 妈 山 你们知不知道 宝琪得了癌症 什么 妈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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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怎么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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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会多香啊 妈 雨晴 雨晴 妈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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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哎 哎 啊 車拿到我来这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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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我的毛季 他好好好 怎么就突然得了癌症呢 妈 您别伤心难过了 我哥现在人已经都不在了 你说他得什么病 还重要吗 你已经死了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你 好好好 我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行了吧 对了嫂子 我刚才看一书里说 我哥生前还买了一份人住保险 现在人已经没了 这个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啊 而且赔的钱应该不少呢 是有一份保险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生效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去 保险公司问 只是 保险实在是不该瞒着我 他的病情 而且 而且怎么了 comparison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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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快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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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